第八节的经文说 通达人的智慧在乎明白几道 愚昧人的愚望乃是诡计 这一节是将通达人和愚昧人做对比 所谓通达的人就是敬畏神有智慧的人 他们因为晓得神做事的法则 所以行事小心谨慎 最为在意的就是自己所走的路 有没有蒙神引导保守和喜悦 就像诗篇二十三篇大卫敬畏神 他就知道自己所走的路 是大牧者所带领他走的一条异路 而且走在这条异路上 他甚至都不用怕遇见死因的幽谷 在诗篇一百四十三篇第八节 大卫其实也常在神面前祷告 他说求你使我知道当行的路 因我的心仰望你 这路就是人生的路 其中就包括人的内在生命 及外在行为的表现 好比我们能不能活出慈爱 信实 良善 正直 诚实 公义 怜悯 我们若能活出来 生命就是走在善道上 一个通达人的智慧 就在于他明白这条善道 而且为了走这条善道 他不惜付出任何的代价 只要能逃出喜悦 我们前面也讲过 像使徒保罗 他是在大马色路上蒙主的选招 当他见了那天上的异象之后 他从此就跟随主走一条不同的路 他一生都没有违背那天上来的异象 而且到他人生终点的时候 他自豪的说 那当跑的路 我已经跑进了 保罗明白自己所走的路 这条路就是主的路 大家可以看 《使徒行传》第26章19节 还有提摩太后书4章第7节 但与通达人相比 愚昧人的心中 有的却是愚望 经文说 这愚望乃是诡计 意思是 愚昧人活在自欺的愚望的光景中 他们自以为聪明 但其实那却是网罗 他们自名得意的 认为走的比谁都通畅 顺利 但殊不知 他们走的每一步路 都临近深渊和灭亡 第9节说 愚望人犯罪 以为戏耍 正值人互相喜悦 在本节经文的小字中 有说 孰倩记愚弄愚望人 什么意思呢 有些版本是这么翻译 说 愚望人以罪恶为戏耍 罪恶因此 也就戏耍了愚望人 谁是祸首呢 这是因为 他们献赎欠记 只是讥笑自己而已 总之这里告诉我们 罪恶之人轻浮的态度 他们把犯罪 当作戏耍和玩笑一般 那反过来 罪也会愚弄他们 把他们带入更深的沉沦 但正值人 不会选择 像他们那么做 第十节说 心中的苦楚 自己知道 心里的喜乐 外人无干 这是在讲 人的内心感受 的确 很多时候 我们的心中 有多沉重 沮丧 忧愁 有挂虑 外人是不能了解 那苦楚的程度的 同样自己里头 有多么喜乐 那喜乐 也是外人 无法体会到的 与这节相似的是 第十三节 也是讲到 人的心情的 我们稍后再说 在看到 第十节的时候 我们顺便 也勉励一下 弟兄姐妹们 古人虽然认为 心中的苦楚 只有自己知道 外人不能知道 不能体会 同样人心里的喜乐 外人 也无法感受得到 但我们今天要知道 我们的神 是知道我们 内心世界的神 祂最了解 我们的苦楚 忧愁和重担 而祂也乐意 为你和我来担当 就愿你和我 都学习 随时的来到 主施恩宝座前 若是有忧伤 和苦楚 就学习 向祂倾道 向祂倾诉 祂必借着圣灵宝会师 安慰你我的心 同样你我 若有大喜乐 也可以学着 与众圣徒一同分享 就像 罗马书十二章 十五节 所说的那样 十一节的经文说 奸恶人的房屋 必倾倒 仲值人的帐篷 必兴盛 同样类似的经文 大家可以看 三章的三十三节 十二章的七节 十五章的二十五节 圣经从始至终的 告诉我们 耶和华神 咒诅恶人的家庭 赐福于 义人的居所 作为神的子民 我们一定要留意 不要让我们的家中 有奸恶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 就是 撒末尔记下 第十二章 第十节 当大卫犯罪以后 神就借着先知拿单 去向大卫 宣告神的惩治 由于他借仇敌的刀 杀了自己 忠心的将士 乌利亚 也就是八十八的丈夫 于是刀剑必不离开大卫的家 知道神公义的要求被满足 神的惩治和管教才结束 所以 奸恶人的房屋若倾倒 就是因为其中有罪 但与之相反的是 神必使 正值人的帐篷 兴盛起来 因为那爱神的人 从他们到他们的后裔 神都要赐福 大家可以看诗篇一百一十二篇的第二节 接着是十二节 这节的经文 在圣经中都很出名 乃是讲到 有一条路 人以为正 至终成为死亡之路 这里明明所讲的 就是人自己认为有一条正路 而且他还正行在期间 但这条路 却不被神看为是正路 因为神知道一切的路 他知道我们认为是正的那条路 乃是一条死亡之路 用这点来说明我们目前 所处的世界 是再恰当不过了 今天我们所面对的 是人欲横流的世界 人人都认为 他所做的是对的 但却不管 自己正走的这条路 通向哪里 是生命呢 还是死亡呢 是永生呢 还是永远的沉沦呢 世人完全都不知晓 有的时候甚至我们这些 已经信主了的人 也完全不知晓 我们有好多人就仿佛像 以赛尔书53章第六节里面 所说的 我们都如羊走迷 个人偏行几路 这就是我们的状况 所以生命记 12章第八节 就是神借着摩西 给以色列人最清楚的劝诫 那里说 我们今日在这里所行的 是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 你们将来不可这样行 另外 马太福音七章13节 主耶稣讲到 那灭亡之路和灭亡之门的话 我们也当牢记 不要因为一条路和一道门 走的人和进去的人都多 我们就以为那是正的 不是 那走的人多的路 和很多人进的门 恰恰就是死亡和沉沦 也就是地狱 13节说 人在喜笑中心也忧愁 快乐至极 就生愁苦 大家发现 这节圣经像不像中国古代所说的 成语叫做乐极生悲 这节圣经实际上在告诉我们 这世界上的喜乐 是多么的靠不住 但我们要知道 这里所讲的喜笑和快乐 绝不是指人在圣灵里得平安 得喜乐的光景 因为人在圣灵里经历喜乐的时候 就不会有乐极生悲的感觉 我以前碰到过个别的信徒 他们告诉我们 说从前当在世界上荒焰 醉酒 跳舞 看戏的时候 玩得很高兴 但是正当情绪最高昂的时候 有时反而会莫名其妙的 那快乐的心情 一下子就降到冰点 有时难过的几乎就想立刻去死 我们要说 这一定不是主里的快乐 主里的快乐 其实就像诗篇第二十三篇里面所说的 福悲满意 也会像有些诗歌里面所唱的 人在主里的喜乐 如同江河涌流 所以你盼望有喜乐吗 那就来到主的里面来寻求 神的圣灵必赐给我们 第十四节经文说 心中被道的必满得自己的结果 善人必从自己的行为得以知足 有人解释这里所说的被道 是指人离开了十字架的救恩 被世界和气上的情欲诱惑 就彻底的背离真道 我们的确可以从新约的角度来看这节圣经 但其实这节圣经最原本的处境是在旧约圣经中 因此这里的被道就是背离敬畏神的智慧之道 圣经其实多处的都在讲人犯罪要承受的结果 像一章的三十一节 还有十二章的十四节 还有十三章的第二节 另外还有十八章的二十节 人种什么就烧什么 在世界上种庄稼栽果树的经验是如此 人走树林的道路 种什么收什么也是如此 大家一定要翻看刚才我们所讲的几节经文 十五节的经文说 愚蒙人世话都信 通达人步步谨慎 这里经文是把愚蒙人和通达人做对比 愚蒙人由于生命中是虚妄和蒙昧 还没有被敬虔的智慧和知识所开启 因此他们的人生极不可靠 他们就听什么都信 凡事都铺风捉影 这样人的一生真是虚空 因为那世话都信的人 就完全不会有任何生命的定见 但通达人却不同 他们所走的一步又一步 都是在谨慎的靠住引导并行事 神的话也真的做了他们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他们自己也唯恐走在神的法则之外 在十二章二十三节就说他们 通达人隐藏知识 他们表面上并不显露什么 但在内心生命中 却是一直在寻求智慧的引导 喝住圣灵的光照 十六节的经文说 智慧人惧怕就远离恶事 欲望人却狂傲自恃 真言里面所说的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其实敬畏的原意就是惧怕的意思 人是被神所造的 在伟大尊荣圣洁公义的造物主面前 我们对他有所惧怕是应当的 正是由于我们惧怕神 才会从神那里有智慧 这其中反映出来的果效就是 敬畏神的人就会远离恶事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这些软弱的人 是无法承担因犯罪 而招来的神公义的愤怒的 我们因惧怕神就不敢行恶 因为我们知道 他乃是烈火 一个最好的例子 就是创世纪第39章第9节 所讲的约瑟 他在面对祖母对他的勾引的时候 他就告诉祖母说 我怎能行这大恶得罪神呢 在约瑟对神的情怀当中 就含有着敬和慰的成分 这本该有的惧怕的感受 就使他得了从神而来的智慧 使他可以脱离恶事 远避网罗 另外一个例子也可以看 是约伯 在约伯纪31章23节中说 因神这样的灾祸 使我恐惧 因他的威严 我不敢妄为 看到了吗 就连约伯也敬畏神 他也惧怕神的威严 那这样 他就不敢行恶 也就因此远离了恶事 历史上也有人是不服的 有很多的罪人是不服的 他们明明知道神的训言 却不顺服 也不遵行 而是明明的悖逆 那这样的人就是欲望人 他们活出来的就是狂傲 最终的结局也是灭亡 你要是看 像雅哈 耶洗别 还有好多人都是例子 都足可以成为我们众人的见解 今天要看的最后一节 就是十七节 经文说 轻易发怒的行使欲望 设立诡计的被人恨恶 经文再一次提到了 发怒发脾气的事 就如同十二章十六节说的 欲望人的恼怒 历史显露 圣经明明的告诉我们 那控制不了自己情绪 历史发怒的 乃是没有智慧的欲望人 在箴言十四章的二十九节就说 不轻易发怒的大有聪明 另外经节中提到 设立诡计的被人恨恶 这是专指那些用诡诈 去陷害人的人 像该隐杀了亚伯 还有像大卫设计要害乌利亚 他们都是设立诡计的人 因着他们的罪行 他们在历史上的羞耻 就始终被人牢记 按照经文所说的 乃是被人恨恶 比如像大卫王 他的生命有好多方面 我们都会又喜欢又爱慕 又要学习和效法 但他设计 害他忠心的将士 乌利亚的事 我们绝对不能赞赏 对他这种行径 我们既要深恶 又要痛绝 因为行这事的人 不讨神的喜悦 也肯定不是智慧人 来让我们祷告 亲爱的智慧之主 三位体的真神 我们感谢你 主谢谢你 今天将这么多宝贵的话给我 我要特别用十二节 来为我的生命祷告 主啊我是你的孩子 用我脚下正在走的这条路 是一条异路 你所喜悦的路 是正直的路 我要一直跟随你 而且你就是我生命的路 我赞美你 我如此的祷告 这样的感谢 乃是奉靠我们的恩主 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再次感谢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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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